所以我当然是想让中国队滑到自己的最好 然后也非常期爱能看到他们在世界级别的比赛的成绩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 我最想代表中国原因 是因为我想能看到更多人体验和自由式滑雪的接触 所以能看到中国队学习这么快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到这么多 我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就说明我的目标是达到了 通过滑雪我能跟很多人去交流 所以我觉得现在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跟年轻人去交流 在那时我认为10或11年 我开始想想要比赛冠军 我曾经看到一个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那些人还没有知存在中国 这是一个温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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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我太爱了很多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我开始认识的是 没有人像这样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在中国当时的可能性 我现在回到一个人的温暖的温暖 我人都没有亏换 这家人的温暖是一个值得的 我完全运温不停的温暖 出外充暖的温暖 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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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的温暖 这些温暖和温暖和温暖 然后在乡人身上 中央的温暖 这些温暖有一个温暖的温暖 这是与这些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初期的温暖 所以我当然想让中国全世界 滑到自己的最好 然后也非常期爱能看到他们在世界级别的比赛的成绩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 我最想代表中国原因 是因为我想能看到更多人体验和自由式滑雪的接触 所以能看到中国队学习这么快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学到这么多 我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就说明我的目标是达到了 通过滑雪我能跟很多人去交流 所以我觉得现在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和年轻人去交流 当时我十岁或十岁 我开始思认为比赛冠军 我发现了一个游戏的游戏 我開始發現,沒有人像那樣我可以看見在中國 那時候,我可能成為其他人 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我沒想到 所以我当然是想让中国队滑到自己的最好 然后也非常期爱能看到他们在世界级别的比赛的成绩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 我最想代表中国原因是因为我想 能看到更多人体验和自由式滑雪的接触 所以能看到中国队学习这么快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到这么多 我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就说明我的目标是达到了 通过滑雪我能跟很多人去交流 所以我觉得现在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跟年轻人去交流 然后 在当时我认为10或11年 我开始想想要比赛在中国 我看到了一场游戏的游戏 那些人还没有知曾经在中国 这是一个游戏 我当时的游戏我太多时间的游戏 我太爱了 我给了一个不准备的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